文化部為了振興藝文經濟 規劃把藝方卷常態化 而初步規劃先是以滿十八歲的青年 當作第一波的發放對象 鼓立剛成年的青年接近藝文 文化部長李永德在早上立院質詢時 也證實這個消息 表示是參考國外的經驗 只是這樣的做法 立委萬美玲提出滿十八歲的青年 人口大約有二十一萬七千多人 用兩億元來算 沒人只能分到九百二十一元 看起來是不太夠 李永德則回應還會向民間募集 以一億元原則上規劃 每位十八歲的青年 都可以獲得一千兩百元